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发掘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我在二十几岁受伤以后 造成颈椎下全身瘫痪 当我在走出来到稻田旁边去看的时候 那些花花草草啊 他们虽然经过风霜雪雨的侵蚀 他们还是意意不咬地开在那边 他们都可以生存一下 那我为什么不行 老人家都会说 我好可惜哦 眼睛看不到 每天都跟自己独处的 我家里的人都对我很好 听音乐 学情 表演 才慢慢开始走出自闭的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第一位是口足画家 欢迎玉如 谢谢刘明老师 谢谢 我看你跟我打招呼 他有点紧张啊 对 为什么 就是紧张 对 说不出来 第一次上电视 这样啊 那要好好的把握 珍惜 谢谢刘明老师 好 那接下来介绍呢 是我们的视障歌手 思雨你好 主持人好 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看人家好 你看人家 比你年轻都有经验 因为我就是不擅长讲话 所以我才去画画 哦 是是 另外一个画对不对 对 好 那一位是画家 那一位是歌手 为了搭配你们两位 今天呢 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呢 他就具有这两种身份 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歌手 有人称他为歌手画家 也有人称他为画家歌手 可是呢 据说他觉得 形容他最贴切的是 艺术工作者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有画家歌手之称的高贤志 曾是广告设计师的他 在一次因缘巧合之下 决定展开自己画家 与歌手之路 如今推出数张专辑 今天透过自己的才艺 将与两位主角 一起分享人生的滋味 我们欢迎高贤志高老师 各位大爱的朋友好 然后刘明老师好 然后玉如跟思雨大家好 是 玉如先 好 三分钟的分享 好 好不好 加油 好 谢谢 我来这边大概五年多 在一个七月 就是六月来这边助馆作画就好 在绘画这个区块 比较不会被受到限制 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天马行空地去 创作很多东西 因为在画画过程当中 我自己得到最多 在这里我真的是被得到一个肯定 跟一个尊重 妹妹喜欢这幅画吗 我们用嘴巴画的速度 没有像手绘画的速度这么快 有很多参观的民众 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你为什么没有用手握鼻画画 为什么用嘴巴 我会感到很快乐 我特别要离着 他们孩子现在是正在一个青春叛逆期 把我生命中怎么去克服 然后怎么样自己出来外面居住 有一个很好分享的时间 其实对他们有一个帮助 画画可以变成 心情会变成好一点 一点点就好了 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上 会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逻辑性 嘉宾你去帮我把画笔摆上去 这一支 对 谢谢 没有变量了 其实我们在资历生活的这个区块里面 有一个叫做同才支持 未来父母亲家人没有办法一直陪着我们 然后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个同宰 可以一起互相帮忙的话 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就是我一直一个理念 就是让我们里面的学员们互相帮忙 来成立一个团队 让世界更多人知道我们 我们要想办法给那个光影打得很漂亮 大家好 我是周玉如 我来自台中 清水的一个渔港的海边 我是台中脑性麻痹关怀协会的理事 也是喜乐创意空间工坊的指导老师 目前我教导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走出来 让他们不只是 就是躲在家里面 而是他们能看到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生命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潜能的存在 其实我为什么会有成立一个喜乐创意空间工坊 来帮助这些漫非天使 是起源于因为我24岁那一年 一场车祸造成我颈部以下全身瘫痪 虚靠呼吸去维持生命 当时我觉得生命没有希望 所以当时我想放弃生命 但是爱我的父亲 他日以继续照顾我 因为他的爱 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我学着怎样呼吸 学怎么做起来 然后 后来我的生命就开始 身体的积累也开始活过来 一个月后我拿掉了呼吸器 就来到了复健医院 来做一个漫长的复健之旅 在漫长的复健之旅当中 我遇见了教会的朋友 还有几岁神山的朋友 在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下 我慢慢慢慢地一步地走出来 在教会里面我学到了很多 他们教我怎么样去爱 也要怎么样去接纳自己 也要感受上帝创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 在这样的里面 我开始慢慢地学习 怎么样去做网页 做海报 还有教会的简报 甚至我要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去到各地去光怀一些 跟我一样在生命低谷的人 这样的生活大概二十几年 我的生命非常地充实 一直到六年前 因为生了一场病 在家养病的当中 无意间来到了台中 台中市脊髓酸协会的终极优化班 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指导老师 阮尼阮老师 阮尼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老师 他一生奉献给身心障碍者 来教导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 透过画将我们的生命的 每一个故事画出来 在老师的教导之下 我透过画有画的创作 也找到我生命的另外一个 可以一个跟人家互动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在我这些年 所遇到的些什么事情 透过画来分享出来 因着老师 让我也开始感受到 我做赵尾的朋友的需要 特别是我搬到台中以后 我一个人独自出来 在那里自己生活 在自己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自己生活的伙伴 我也遇到了台中脑性麻痹 关怀协会的一些漫飞天使 我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也看到他们其实有无限的可能 还有那个潜在的那个能力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家长们 一起达成共识 在上帝的感动之下 我成立了喜乐创意工坚工坊 带领这些学员们 教他们如何画画 找到生命的自信 而且不只是教他们画画 还要教他们怎样融入社会 然后走出来 然后带他们去考街头一人证照 让他们能到街头去 也展现他们自己的才华 现在我的学生 他们现在已经 已经有好几个 已经可以 也可以出来带领 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这是我感到最 荣幸的事情 我希望这样的生命能继续传承下去 让更多更多的身心障碍者能走出来 不只是躲在家里面 谢谢各位 祝大家平安喜乐 心想事成 其实我以前是不太会讲话 然后我是到教会去以后 然后才开始慢慢地会讲 会在大家的面前开始讲 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我整个头就一片空白 然后就晕 好像晕晕过去的那种 好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升格为老师了 所以你就要慢慢练习表达 练习说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轮到我们思雨 要麻烦高老师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自闭的儿童 所以不大会去广交善言 都是别人主动靠近我的 就从他出生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怎么带这个小孩 很头痛 都快得忧郁症了 其实自闭这一块是 家里的姐姐开导我的 我姐姐介绍我听音乐 才慢慢开始走出来的 走出自闭的 所以她去报名那个星光 那个受训班 也是我每个礼拜 陪她去台北 然后回家 然后再送她去齐名上课 就这样 往返八五年 慢慢地我觉得应该是 去学校之后 接触到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音乐也是从那时候 才真正地开始有接触 这样子 想要旅行 一台难忘的乐情 带我出去表演 或者是学情 都是妈妈陪着我去的 妈妈是一个比较凶的角色 现在比较改进了一点 她不会像以前一样 很严厉地说 去练琴 思雨她自己也很认真 她的听觉很明明 都可以自己听到什么歌 然后自己抓歌 什么调 她都可以自己处理 我妈妈对我很好 我家里人都对我很好 她可能有鼓励我 但是不太会叹气 自爱自怨不太会 是她带领我出来的 我希望她 音乐可以一直陪伴她 我以后不站 你也可以一直陪伴她 各位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思雨 我去年24岁 今年25岁 那现在就来介绍我自己 我是因为早产导致四网膜玻璃 我大概在六个多月就来到这个世上 出生时体重只有一千公克 去住保温箱三个月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自闭的儿童 我上面各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他们有时想跟我聊天 问我问题都要等上一个小时后 我才会回答你一个小时前问的问题 但是不会因为我的小时候自闭 就不跟我相处玩耍 还时常趁妈妈不在房间时 会用身边现有的工具 堆叠成一座小木屋给我住 会跟音乐有接触是在我上国中时 跟着同学一起参加热音社 合唱团 还有市长安排的表演 才开始对音乐慢慢有接触 在高三下学习那年 不知为什么有一股力量 指引着我要报名 听见星光的第一届音乐培训课程 在课程里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 其他生长朋友都好厉害 有的会脱口秀 有的会自残自唱才艺表演 而我只会唱歌而已 于是我便积极地找老师 请家人协助找老师 学自残自唱的才艺表演 高中毕业时 刚好苗栗的市长协会 有缺市长乐手 于是就找我去做人生的第一场 街头艺人的表演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持续 做街头艺人的演出 身边的大人都这样说 现今社会有越来越多人得到忧郁症 若您有一些不寻常的念头 希望在那一刹那 能够想起像圆梦新舞台 类似这种正面的节目 节目里都会邀请一些生长朋友 来介绍自己充满力量 还有方向的生命故事 不用靠药物也能治疗你的身心灵 谢谢大家 来 谈谈高老师 再去协助他回来 思雨 你真的很棒 谢谢 一气呵成 谢谢 而且听你说的时候 不急不虚 侃侃而谈 思雨 你没有看到你妈妈的眼神 你妈妈的眼神非常非常善意 然后而且充满着一种力量 我刚才看到你妈妈的眼神 我就可以想象 你这样子一路成长走过来 妈妈用了多少心思 但我也相信你也陪伴着妈妈 也给妈妈打气 对不对 对 对 我刚才有听到这个 这个育如老师你有讲 您是口足画家吗 我非常地敬佩 有一个生命密码的数字 就是24 那虽然那个思雨说呢 今年已经25岁了 对 但如果就10岁来说有没有 对 应该是比较24岁 那育如是24年前受伤 24岁 不是 24岁受伤 对 然后呢 24年 对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谋而合 好 谈一下24 带给你们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育如可能感受最不一样 因为你是24岁 那一年受伤 对不对 车祸嘛 对 因为24岁嘛 正值青春年华 也是我们最想要好好去 去 画回我们的专场的时候 是 但是就在那一刻 躺下来的时候 身边全部是插满着管子 然后你会听到 只剩下呼吸器的声音 好 好 在那边打着 咻 蹦 咻 蹦 那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一声大概完了 真的没有希望 因为我全身都不能动 然后我是躺在 躺在病床上 看着天花板 我在想着我的未来怎么办 在医院待了多久 在医院待了大概四个多月 所以那场车祸 让你等于说 重新要再来过一次 对 就像婴儿一样 重新要开始学习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比如老师 如果你让你再选择 你会要选择 给我这场车祸 我会跟他讲说 我愿意 为什么 不是 你要很诚实地说 对 我很诚实地说 因为其实在我24岁那一年 因为我一场车祸 然后我在医院里面 医生跟一个商友 他们来跟我鼓励我 他们带一个黑黑的本子来 为我祷告 后来原来我才知道 他们是教会的朋友 然后在那里 重新我找到 真正地看到生命的 生命的意义价值在那里 因为上帝创造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种 美好的计划 是 而且也有人问过我 玉老师 为什么你的上帝 应该会让你起来 你有没有起来 我说有 我现在都看着 我的电动轮椅到处跑 然后我也可以去演讲 去画画 然后去鼓励更多人 而且我可以带着我的电动轮椅 有时候我也可以自己去旅行 我是可以搭公车 搭火车 还有就是可能 你的肉体没办法站起来 可是你的心灵已经站起来了 对 甚至于比以前更刚强 对不对 对 而且我更知道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 是 问一下那个思雨 因为你是一生下来就看不到这个世界 对 所以你那个眼睛的功能 这个视觉已经完全没有了 对不对 对 你就靠其他的感官来感受认识这个世界 对不对 对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就是 如果你愿意去探索的话 就是一个 很 可以创造出多彩多姿的这个世界 那问一下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世界 还是丑陋的世界 一半一半 好 美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可以跟家人一起做想做的事 好 那丑陋的地方呢 丑陋的事就是 就是 被一些人阻挠 就是不能用自己的 玩音乐的方式来呈现表演 那你被谁阻挠 怎么阻挠 我好奇 对啊 就是 只能用那个 钢琴 就是不能一半用钢琴这样弹 然后一半用电子琴 就是全部都要用钢琴的方式 所以你被阻挠 因为弹钢琴不能用电子琴 所以你就被阻挠 对 所以你觉得用电子琴 然后跟钢琴同步一起合奏 你觉得比较不被阻挠 是不是 对 为什么 为什么电子琴跟钢琴同时 一个打节奏 一个你下钢琴的和声 你会觉得这样子会觉得 这个玩音乐比较快乐 它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只有钢琴的话 就会变得就是 去一些餐会 要带动气氛 就不能用那个舞曲的快歌 去那边 带动气氛 老师 你听懂了 我听懂了 其实 至于他这句话 他是在说 他对音乐的看法 他比较喜欢欢乐的 他喜欢把欢乐带给人家 带给自己 他可以用欢乐 是用有节奏的这种 这种和声的色彩 让自己跟世界觉得开心 是吗 对 是 因为你纯粹钢琴的话 他比较少的节奏 跟就是说 背景的这个和声 他觉得那样子没有那么热闹 或许环境就不容易把它炒得更热 是 又两个都一起 是 可能音乐是你跟世界联系 甚至于沟通 甚至连结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下一段就是我们的才艺表演 好 然后透过才艺 让我们更认识你 让观众更认识你们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来 也谢谢高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今天这两位主角 一位是口足画家 另外一位是歌手 那刚好我们的特别来宾搭配得非常好 他兼具了这两种身份 一个是画家 还有一个是歌手 那我觉得呢 透过高老师 他自己的一个专业 还有他的学养 应该会给这两位主角 很多的一些鼓励跟帮助 尤其是玉如 他本身 他现在也是一位老师 他开始画一些东西 把他内在的这种正面的动能 把它传递出去 没有必要的话 生命都不需要被痛苦跟苦难折磨 成一个悲惨的状态 我还蛮喜欢看到思雨她那么年轻 然后她可以 虽然说她是眼睛从小就看不到 可是她在唱歌的时候 她能够 还是有那个小女孩的单纯 我觉得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 对音乐的看法 对听众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在上一段节目里 玉如与思雨勇敢分享自己的人生困境 画家歌手高贤智也以自己的人生体会 给予满满的祝福 接下来两位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哇 你看那里好漂亮 有没有看到 有 那个木栈道那里有没有 有 然后这边有风车 下面是三分之一 我们还特地帮她们去取景 还让她们知道怎么去打光影 然后回来再晃这样子 那时候我在护理之家 因为生病 然后病得很重 在医院差一点就移开 然后那时候 我跟上帝祷告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嘛 然后结果 上帝病没有啊 如果是任务完成了 他就会带我回去 因为这样子让我觉得 我的生命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征 我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父亲在一个很担心我的状态的一下 一直鼓励我出来自立生活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可以独立出来 透过大家的帮忙 所以我成立喜乐创业空间工坊 来帮助这些神性障碍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也遇到生命的一片天 这些孩子每一个 其实都有无限的可能 他们有他们的潜力 有些地方还是很不齐全 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窝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有固定可以来到这边画画 让他们可以再走出来 然后对家人也是都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样子 所以就像这幅画一样 看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未来 未来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是今天来这里演出的世上朋友 接着下来再带来这首 也是江慧的作品 GAL 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街头艺人是 考新竹线的 不敢相信自己会考过 比重的透涵要兴奋 有游客 就是鼓励我啊加油啊 唱得不错啊 我就觉得 哇 很甘心啊 还蛮开心的 尤其是跟家里人出来表演 这样还蛮开心的 其实我们是很棒的 虽然我们生起看起来好像是 生起 对 可是其实我们跟别人没有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给我的话 给他打个唱 你一定也可以 嗯 来 手给我一下 加油 加油 下一次 帮老师做首歌好不好 一anos сон 你在山湖 но 我 你真的 回答我 他還告訴我 誰被特製得住 有人告訴我 愛情像杯酒 他說和他把 也皺沒頭 因為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別考慮這麼多 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嘴巴不要回頭 和愛情一樣的酒 有人告訴我 愛情像杯酒 有人告訴我 愛情像杯酒 是被特製得住 有人告訴我 愛情像杯酒 他說和他把 也皺沒頭 因為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和嘴巴 別考慮這麼多 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嘴巴不要回頭 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嘴巴不要回頭 他疼不了 你的舌也消不了 你的口袋 嘴巴不要回頭 和愛情一樣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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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唱得真的非常地精彩 感謝 感謝 而且思雨 我覺得你好穩 對 還有一點走調 還有一點走音 這樣嗎 需要加長一下 那你覺得高老師和聲怎麼樣 不錯 我還是很資深的表演者 這樣嗎 對 所以不是浪得虛名嗎 不是 謝謝 是 是 那我知道思雨有在當街頭藝人 對不對 對 幾年了 從18歲到現在 也有6年左右了對不對 7年 對 7年 那玉如是當助館的畫家 對 在港區中心 是 大概6年了 是 老師要不要針對有沒有 是 這種像在街頭 不管是唱歌 對 做畫畫 對 有沒有給他們一些你的經驗 我覺得你非常了不起 你可以在一個 就是說人群當中 你也可以用從容的心去表達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肯定 而且我覺得你很有愛心 我覺得你可以透過你的畫 每一筆那麼困難 用口足去點 我覺得每個人看到 一定會在裡頭 受到深深的感動 這我非常肯定 然後這個思雨的話 我也 我覺得當然我聽你唱歌 我非常地欣賞 我們除了歌聲給你祝福 我們在 有時候在談論 這個在街頭 因為在街頭你一定會說話 我們說每句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假設 假設這首歌喜歡聽的人 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比如說看到那首歌 可能是感情上面受到創傷 然後你就可以說一些話 然後來講一講你覺得情感是什麼 你可以調侃一下自己 然後別人就會笑一笑 然後笑一笑的過程當中 彼此的情感就融合了 我覺得在街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像一幅畫你自己畫 這一幅要花多少時間 這一幅畫大概花了六個月 非常非常地費力 非常不簡單 而且我很好奇的 就是說你除了用口足去點 去點以外 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直線如何地畫出來 就這樣怎麼畫下來 就這樣子 慢慢這樣畫 可是會抖 練到已經不會抖 這非常非常不簡單 是 你看我要是光是拿起筆來 我要從上往下畫 我就要把這個呼吸停止 我才有辦法把線條畫得很直 那竟然 他竟然不需要 他竟然可以練起很久 可以慢慢地硬 他那個線條好直好直 是 一開始在練的時候 其實會喘 然後喘的時候 我現在試著趕快憋氣 所以我不能憋太久 然後我就會 不容易 這真的很不容易 對 因為老師本身也是畫家 很佩服 他能夠感同身受 真的很佩服 我想電視機前的觀眾 看你這幅畫 一幅畫要花六個月 大家還有什麼藉口說我不會畫 其實這幅畫 老師 為什麼這幅畫會到六個月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幅畫的後面的天空 其實我是整個完成了 以後我才畫了墙 窗 台 然後我才畫了花瓶 花才長出來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我的畫裡面 整個漸層的那個整個景深的景 景深跟層次 對 然後我把整個感情放下去 你看到我的雲 其實很多的那個 經過的那個 在港區中心經過的那些參觀 他們說那個雲好漂亮 那雲好像在流動 然後水也在流 然後雲 他們又就開始想像說 這是兔子嗎 然後這是老虎嗎 還有龍 什麼都出來了 是 我知道玉如有一個想法 就是一般到現在大家還稱你為 身杖畫家 然後你希望有一天 大家真的只看到你的畫 而不要看到身杖 就是用一般的畫家來稱你 而不要說這位是身杖畫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起源於我有一次的機會 我到了一個畫室去 然後其實我去到那個畫室之前的 那個他們的學生跟我講說 他們老師一定能可以幫助到我 可是到了現場的時候 我才看到那一位老師 他是一個一直在奉獻 在教育裡面的一個小兒麻痹的老師 他的作品相當地棒 在他的聊天裡面讓我在這看到說 我們不是一個身杖畫家 而是一個藝術者 所以那時候開始我的目標 我就想要成為一個藝術家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 在港區藝術中現的時候 我也會有這樣的疑惑說 是不是因為大家為了要給我鼓勵 所以才收藏我的作品 你要做的只是把那個 我只是口足藝術家的這個心跟念頭 把它放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你只是專心地面對你的藝術 對 專心面對藝術的人就是藝術家 謝謝老師 不用別人說 謝謝老師 不管是玉如或是思雨 透過你們的努力 還有心境上 藝術上的提升 讓之後大家看到你們的 真的不是你們的身杖 而是你們的畫作 然後像這個孫雨的琴聲 我想我跟高老師都以重心 和大家一起來勉勵 一起來加油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然後下一段就是我們的圓夢計畫 謝謝 謝謝高老師 感謝 感謝 謝謝三位 謝謝老師 謝謝高老師 在上一段節目裡 欲如一筆一畫 匯出美麗動人的金舞畫 思雨自己彈著吉他 唱著愛情釀的酒 令人驚豔的才藝之後 接下來兩人有什麼樣的圓夢計畫呢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圓夢計畫 對 那我們製作單位 希望幫你們演一個小小的夢 大大的夢我沒辦法演 對 好 那思雨先說 妳有沒有什麼夢想 我在 其實我在聽見星光的第一屆培訓課程 也有經過錄音室錄音 那我還想要再來一次 體驗這個感受錄音室錄音 錄自己自創的歌曲 對 好 等到妳錄出來的成品 也歡迎妳來上我的廣播節目 好不好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是我邀請妳的 當然可以 好 好不好 好 再來 欲如呢 我 其實就是我想要出一本畫冊 這個畫冊我可以拿來做為 每一場活動的時候 可以為我們喜樂創意空間工坊 是 再目一些款項 了解 來幫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讓他們能走出來 然後有自己生活這樣子 是 所以當妳自己走出來 妳也希望能夠去幫助更多 像我們一樣的身障朋友走出來 對 所以把妳的畫冊結集成 不是 把妳的畫作結集成一本畫冊 對 好 那我們也不知道製作單位能夠做到多少 但我們努力去做做看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拭目以待 謝謝妳們兩位 祝福妳們 謝謝 謝謝 小心喔 蒂華 這邊有階梯喔 我想期待妳今天的表現 那歌曲練得覺得如何 應該等一下會忘記一點點 不要這麼沒有自信嘛 嗨 怎麼樣 會不會緊張 上去就會緊張 好 走吧 嗯 為了完成兩人的夢想 製作單位特別邀請圓夢導師 分別是兩位專業的音樂人 曾與總統府音樂會演唱的林祝佳老師 以及婚禮歌手吳敬芳老師 兩人將協助私語完成錄製創作曲的夢想 妳有沒有辦法稍微彈一下鋼琴的東西 就是隨妳的那個意思 因為其實它是伴奏音 它會像solo音一樣 所以我們要另外再去調 solo音 然後再去擺它左右聲音道的位置 這樣要分開錄 對 對 這樣 妳先唱一次 走一次好了 我比較擔心在唱的部分 因為唱的部分等一下要是 我會把它當成是 那種歌手在要求 所以妳要有心理準備 我很兇 沒有啦 不會啦 好 來 準備 二 三 四 這次的歌曲裡面有一個 夢想 想要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想要跟朋友旅行環島 就是有一個夢想的這個概念 就要解開謎底 覺得這次很嚴格 比較著重在個別的錄音 想要旅行 不是像星見星光 著重在團體的錄音 收穫比較大 想要旅行 再一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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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一次喔 一趟溫馨的旅行 還是會覺得沒有什麼自信 還是會覺得沒有什麼自信 想要旅行 我覺得自己寫歌比較難聽 我們不會幫妳加油添醋啦 對 全是妳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其實是心理建設要先有 就是妳的 妳要去想一下就是 讓它放鬆 怎麼樣放鬆 然後讓它去習慣這樣子 所以其實前面是最重要的 然後後面就會很 就會比較快這樣 要將兩人繪畫與音樂結合在一起 製作單位邀請設計師李慧一擔任圓夢導師 創作出獨一無二屬於兩人的圓夢畫冊 當接到這個任務 其實一開始想說 哇 要怎麼把音樂跟畫作結合 因為思雨是看不見畫作的人 那妳要怎麼 我甚至還有去問說 他們要怎麼去觀畫 是用摸的嗎 因為我知道有盲人電影 可是我沒有聽過有盲人畫作 所以就想說 可以跟她多聯繫 我是個大姐姐 她是小妹妹 差了十歲 所以就可以從跟她聊天中 去知道說 都會設計者設計些什麼東西 然後創作的時候 剛好又看到這一個YouTube的影片 我馬上就感覺好像 電燈泡就跳出來 就是想說 對 然後擴音 然後聲音 然後又可以當桌立放在桌上 這兩個可以結合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成為一個共同的產品 哈囉 玉璐 2020想去旅行 這個是點字 2020 就像唱片的構想 好漂亮 謝謝 對 就連起來 然後它中間有折線 曲線 你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變成每個月的桌立 對 然後桌立呢 就是放置在前方這邊 帶著臉上笑 玉璐是一個音箱 可以掃描上方的歌 然後就可以就手機放置進去 變成音樂音箱 然後側方呢 是我們圓墨星舞台 為你們製作的 這邊有你們絲魚跟玉璐 你們的創作 這是共同的 謝謝您 謝謝 希望您喜歡的作品 不錯 感謝您 謝謝 在這樣的創作當中 其實有不一樣的看到 而且它也很用心的 我們有三個在這樣 討論過程當中 然後小草有把我們的想法 結合在裡面 她所創作的那首歌 我很感動 就好像真的跟著她在旅行 就要展開 想要旅行 一團溫暖的月 老師好興奮喔 想要旅行 一團溫暖的月 她果然是一個設計師 這樣 想要旅行 得到最善期的友情 想要旅行 一團溫暖的月 一團溫暖的月 想要旅行 一團溫暖的月 想要旅行 得到最善期的友情 想要旅行 想要旅行